新北市三峽228廉價第一天發生翻車車禍 一輛黑色休旅車行經接受路時 突然失控撞上路邊的電線桿 接著整輛車直接反覆倒在馬路中央 車殼和零件四處散落 警方火爆後趕到現場處理後續 開車的是一名年月28歲的成姓男子 原來他當時開車經過事故路段時 和一名潘信騎士發生碰撞 接著就失控往路邊衝 釀成翻車意外 潘信機車騎士多處擦挫傷 送往恩主公醫院治療 幸好意識清楚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翻車的駕駛 成姓男子自行脫困沒有受傷 雙方走側職都是零 後續責任和相關賠償 正要警方進一步釐清 不過事發在廉價期間 當地有捷運工程 道路縮減只有一個車道 翻車意外擋住行車路線 也造成車輛回堵 幸好警方在現場疏導交通 事故車輛也由拖掉車來處理 清潔隊員清理現場 用最快的速度恢復交通省場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